假设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呢 我继续使用country 然后呢 只是把他的id跟name换掉 假如说我现在呢 我是不是 我想要去增加一个内容 增加一个内容 例如说假设我现在 我想在那个台湾 台湾这个 它是country country里面 我想要增加一个叫做ename 就是假设我想要增加一个english name 好 加到这里面去 因为你可能 你可能会有希望增加增加这一个property 例如说它叫ename 因为之前我们假如说在别的资料表资料库里面 你增加栏位 好 怎么增加 那那个可能会因为结构形式 你增加资料改变而改变 那这个地方我觉得说必须要先跟你们分享一下 怎么做这件事呢 我们现在哦 因为要去放置进去那个属性 那个属性 例如说假设我想要放置一个叫做 它的ename 放置它的ename 好 那 你看一下 因为我会希望你一定要了解 因为create 它很频繁会被set这边搞混 好 所以你可能会这样做 就是说我现在我已经做了一个台湾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又再重新做一次 做一次什么 做一次create 然后 刮股C冒号country 然后ID是什么 然后我又在这个地方打一个逗号空一格 然后接下来例如说它的ename 我就希望说增加一个property叫ename 然后冒号两撇 例如说它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 台湾 对吧 我们会不会这样做 因为刚刚我已经教过你 就是说 我现在我有一个node 这个node呢 它里面的两个property 我们建立好了 那请问 如果万一我现在我要增加一个 我要增加一个 请问 你是不是会很直觉的想到这件事 同意吧 你听得懂吗 那你怎么不做 你会再开新的点 对 create 它会再开另外一个新的点 比如说我这边播放 然后点country 你看在这个地方就变两个台湾了 所以不可以用create 我会再开新的那里 那是你的 咱们 我会再开新的点 你自己地下来 我会再开新的点 咱们 咱们 咱们